我認為川普已經當選了 已經當選好了 這川普行情現在是完全看好 所以國債價格就大跌 中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這個有點 憂慮過度 這個有點起人憂天 對齁 人家是未雨綢繆好不好 當時川普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公債利息有這麼高嗎 沒有 價格大跌就是利息上升 那只是美國的債券市場上的謠言 就開始講 Oh I'm coming back I'm tax man 他說他會大幅減稅 因為川普的 的哲學很單純 他就說我要增加關稅 這個貿易不是 No trade is free 沒有free trade這種事情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這個川普的概念就是說 我要減稅 讓這個美國企業 能夠享有低稅率 他說美國現在的稅率幾乎全世界數一數二 比中國高 比台灣高 比韓國高 比日本高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所以他要減稅 那減稅對民主黨來講說你減稅當然是有錢人 那川普說減稅是我們白人可以享有啊 你黑人減稅交稅比較少 這也是事實 那所以川普的行情會變成說 大家想說 財政赤字已經這麼嚴重了 你 你減稅 會不會造成財政赤字 更大規模的擴大 那如果更大規模擴大 你要賣更多的債券 你賣更多的債券 就表示 賣壓增加 供給增加了 價格跌 然後什麼利息上升 債券收益率就上升 所以這個叫川普行情 那我認為就是過度有力為什麼 川普除了講說 他要怎麼樣 要減稅以外 減稅 可是 減稅的結果是 其他那個 繳稅少的人他的消費支出會增加 對 你怎麼知道說 他減稅錢他都不花 這個說不通吧 那如果是你政府花的 少一點 讓這個 一般社會大眾花的錢 或者有錢人花的錢多一點 你怎麼知道經濟就不會成長 這個邏輯上 你川普的經濟顧問喔 我不是他經濟顧問 我是說 這個邏輯上 事實上是川普的邏輯 那經濟學上能不能接受這個邏輯 可以 那只是說 效果層數倍數 我講的那個彈性多小而已 那個叫做Empirical economics 就是實證經濟學的問題 比論上可行 實際上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這個很容易撤出來 再來 美國國債 他真的要蒸發國債嗎 他說我今天不打烏克蘭戰爭啦 對不對 我一省的六百億啊 對啊 對不對 哪像你拜登對不對 對不對 北約要跟他收錢啊 對 北約要跟他收錢啊 我又開園又截流 對啊對啊 我跟日本收錢跟韓國收錢 跟台灣收錢對不對 他搞不好跑去跟習近平說我收你一點 這個蠻搞笑的 他講說 我可以跟普丁打電話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的 國防預算要不要花這麼多 而且他有一個很好玩的是 他眼中覺得哪個武器啊效用不好他就把他停產 有沒有 以前 不會浪費錢 以前當總統 錢上那種就有幹這個事啊 啊不像那個拜登喔 武器不管好話就繼續生產吧 他經常讓軍方很頭痛就在這裡啦 所以我覺得不能單純從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還要到時候還要看說 央考總裁他即使他當選也不會換 那拜登如果沒有退選的話他穩定當選嘛 他有換人的話還有機會 可能有但是機率也不是很高啦 很難講就是神仙難救就是 有點神仙難救 有點神仙難救 因為什麼 到了第四期才要來看病 你醫生也沒辦法 醫生也沒辦法對不對 你不能這樣 醫學喔 再發達也不可能做到所有你滿意的地步嘛 你比如說 癌症零期一期可以治 二期可以治 三期應該可以治 到了四期 哎呀媽媽咪啊你不是難倒醫生了嗎 美國真的是太慘 不過 川普行情不只是在這個債 看起來是不是債券價格大跌 股市 大家也覺得可能 也會有崩盤的危機 崩盤危機是要看哪一個股市 這個 Dr. Doomsday他是一向是有點比較 是屬於有那種焦慮症的現象 誇達 誇達症 那有一次給他焦慮對了 他以後就也是很明顯 這個人蠻有趣的蠻喜歡的 因為經濟學校有一點的那種 過凍症不是很好 但是有憂慮症應該不是壞事 醫生總是會 這個 料病重演嘛對不對 不能夠看錯病嘛 重病的時候 你可能錯殺100 對 反正 這個 只要不是毒藥吃了沒什麼關係 我會死就好 對 他要全面開增關稅 就是所有賣到美國的貨品的關稅 不低10% 他已經料下標準了 他意思說哪有什麼自由貿易 No trade is free 對不對 對不對 Must pay 對不對 這個 使用者給我付費 蠻搞笑的 那你開增賠你要開車嘛 那就會造成什麼 貿易的成本上升 貿易的成本上升的話 很多的物品價格就上漲 很多國際貿易上的物品的價格上漲 一上漲的話 消費購買率就減少 那消費購買率減少的話 生產這些物品的 上市公司 他的收益率就減少 收益率減少的時候 股票價格眼看著 平均 整個股市的平均收益率都會降低的話 那我當然先賣股票啊 對不對 等到他提出舊式的措施我再進場 對不對 我先殺給你看 有股票市場聽說有這種人 我看這個 政府的冠冕 領導人 一副對股市不是很友好的樣子 比如像馬英九 一上來就是要公平爭議要課徵正守稅 很多人就先砍啊 給你的顏色巧巧 所以馬英九講說 他當選的股票上萬點 他的 他的口號 嘴巴跟他的腦筋沒有連在一起 結果 上來的話大家開始賣股票 所以 最高點是8000點 最低點3000點 這是馬英九的成績啊 難怪讓後來的 這個民進黨很囂張 你看吧 我們輕輕鬆鬆 飛越1萬點 現在就飛越2萬點 對不對 啊那就是 就是 這一點你就 講不贏他了 拼經濟這一點就講不贏他了 對啊 他把股市櫥窗一打開 他就知道了 他就可以玩這個遊戲啊 國民黨還會執政嗎 哎呀 算了吧 馬英九為國民黨執政立下最難堪的典範 他不懂 這麻煩而且聽信一些 亂七八糟的人亂講 他找的顧問都 我講話給他聽他不聽啊 彭官人講他也不聽啊 他聽什麼 什麼盧的啊 算了 好我們談回來這個貿易戰 所以貿易戰如果開打 對不起啊 股票趕快賣 債券啊除了掃市那種優秀股 你可以持有 真的要趕快賣了 他的經濟成長 對 就是有些股票的營收跟獲利的成長 他根本 不太在乎什麼 不太在乎說 關稅問題啊 有沒有這種股票 有 那只是 股票市場幾千隻幾萬隻股票中 一小部分而已 整個大盤的股票會跌 你就像個這個概念 所以 全球貿易戰結果 股票市場就會回答 回答 當然有些股票可能不太回答 比如說民進黨的新潮流的股票 很會跑的 很會跑的爆這樣 不是 因為他有 政策支撐 國發基金嗎 不叫國發基金 叫新能源 新能源 人家走龍態勢丟九千億到新能源 對不對 銀彈源源不絕 就可以什麼 就可以抵抗強壘颱風 防台措施做得好 防穿措施 防穿措施 那在美國股市 有防穿措施的股票 是不用丟的嗎 Microsoft也可以 Microsoft NVIDIA NVIDIA也可以 因為現在如果沒有這個川普行情川普變數的話 川普當總統是明年一月的事 他 選上就要發作了吧 所以下半年可能再漲十八 十一遍以前的意思嗎 不然你不是說現在已經可以宣布他當選了嗎 是啊 那現在就要開始預作準備了不是嗎 預作準備你那麼急幹什麼 現在還在尬空行情 就是有人 覺得要放空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就不管完美 我先拉台的時候 讓你空頭強烈回補 就會亂摸 莫名其妙漲一波嘛 因為 股票市場有時候他的運作 會稍微脫離什麼 脫離基本面 脫離經濟體質 他純粹是 看東 看漲的人跟看跌的人 看漲的人叫多頭 看跌人叫空頭 那看漲跟看跌兩種意見 就會多空交鬥 那如果看跌的人 他一定把股票賣掉 不但賣掉還是借股票來賣 放空他 對就要放空 結果你 放空太多的話 看漲的人就 我就尬空 硬買股票把股票拉上去 殺你一把 結果你必須來回補 為什麼因為你要還股票 必須要回補 一回補的話又把股票給拉上去了 當然這個會 這個是表示 激烈的波動幅度會加大 但不會改變他的長期趨勢 長期趨勢就是川普 上任之後 大打貿易戰 就要先崩盤再說 但是我們不曉得他貿易戰會打得多激烈啊 他應該先演一下吧 川普這個很投機了 對不對 坦白講蠻投機的 謝謝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